日本自卫队将出动3.4万人 在以九州和冲绳县为中心的地区实施联合演习 本次演习有何内容和特点 军演的多岛地点为何选择距冲绳纳坝400公里的无人岛冲大东岛 参与多岛演练的准海之陆战队西浦联和F2战机等 各自有着怎样的性能特点 又承担着怎样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军演日本将首次锁定冲绳海域实施地对舰演习 而这一海域正是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要道 不仅如此 有报道称 日本正在考虑在离钓鱼岛150公里的石原岛部署短程地对舰导弹 这些部署对中国海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虽然日本防卫省宣称 本次军演不针对特定国家 但它的真正目标到底又是谁 本期军情解码 为您详解日本自卫队夺岛演练 矛头是否直指钓鱼岛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军事节目军情解码 我是罗旭 针对钓鱼岛争端 日本自卫队近年不仅频繁举行夺岛演习 而且花样百出 规模也是越来越大 从今天开始 日本陆上海上空中自卫队将出动3.4万兵员 实施为期18天的大规模军演 位置就选在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交通要道之上 而且日本方面将会首次在离钓鱼岛 近160公里远的宫古岛 进行反舰导弹演习 这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话题 进入话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军情速递 10月31日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发布消息称 10月23日 中国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公布 中国海军定于10月24日至11月1日 在位于西太平洋公海海域的有关海区 举行军事训练和实弹射击 提醒各国过往舰机注意避让 但是日本海上自卫队107舰 无视中方反复劝阻 于10月25日10时41分 强行闯入中方演习区 并长时间滞留 直至28日 7时32分再离开 同时日侦察机多次进入中方演习区 进行侦察 此外 在中方参演兵力正常航渡期间 日自卫队舰机还持续实施 高强度的跟踪 侦察和监视 杨宇军表示 在当前地区安全局势中 对地区安全局势增加一些负面因素的 肇事者是日方 近期以来 日方不断地渲染别国军事威胁 为自己扩充军备制造借口 而且拒不对历史做出深刻反省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好战必亡 中国希望日方能够正视历史 采取切实行动 真正走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来 日本海上自卫队107舰 舰名为雷 属于村雨级导弹驱逐舰 2001年服役 该机舰全长为151米 宽17.4米 吃水5.2米 标准排水量4400吨 满载排水量5100吨 动力装置为4台燃气轮机 总功率6万马力 航速30节 全员编制170名 该型舰采用隐身设计 以反潜为其主要作战任务 雷号107舰 配属日本海上自卫队 第一护卫队群第一护卫队 母港位于横须贺 日本海上自卫队村雨级驱逐舰 共计9艘 前号从101到109 该舰装备 有一座16单元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一座16单元海麻雀防空导弹VLS系统 两座四连装鱼叉反舰导弹 一座127毫米主炮 两座6管20毫米密集阵禁防炮 两座三连反潜运雷发射管 SX60J型反潜直升机一架 10月31日 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核潜艇部队的解密 一方面认为中国表现了透明开放 但另一方面也认为中方表明了一种强硬的态度 请问对此做何评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 中国海军核潜艇部队肩负着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 最近我们公开了核潜艇部队的一些情况 这有助于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 更好地了解中国核潜艇部队 这与当前地区局势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今后核潜艇的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也会根据国家安全的需要 不断的研制和发展武器装备 核潜艇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军队经常利用各种渠道 向外界公开和介绍中国军队发展建设的一些情况 不必对这一问题特别好奇 好 军情速递之后继续关注日本作卫队的大规模演习 10月23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宣布 将会动员陆海空作卫队大约3.4万名队员 于10月1号到18号期间 在以九州和冲省为中心的地区实施联合演习 这份消息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我们来了解一下 据日本共同社10月23日报道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宣布 将动员海陆空自卫队约3.4万名队员 于11月1日至18日期间 在以九州和冲城县为中心的地区实施联合演习 防卫省表示 演习将包括一系列岛屿防御行动 包括联合登岛行动 演习的目的是提高日本防卫远方岛屿的能力 报道称 军演的多岛地点是冲绳县府纳坝市东南方向 400公里无人居住的冲大东岛 该岛目前被美军用作轰炸射击靶场 此次演习将模拟登陆作战 由专门负责离岛防卫的路上自卫队的西浦连 乘坐海上自卫队的运输舰靠近该岛 另居日本防卫省离一位官员称 驱逐舰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2战斗机 也将配合进行实弹演习 与此同时 有外媒报道称 日本本次军演最受瞩目的 是首次针对冲绳与宫国岛之间的海域 投入反舰导弹演习 而该海域是近年中国军舰穿过东海 进入太平洋活动的一要道 据日本媒体推测 本次投入的可能是88式反舰导弹 虽然88式反舰导弹部队在日本本土各地都有配备 但离岛并不多 而另据朝日广播公司和富士电视网公司报道 日本自卫队官员也在考虑 在离钓鱼岛170公里的石原岛 部署短程地对舰导弹 两家电视台均称此次演习 没有在石原岛进行实弹射击的计划 据报道 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11月的演习旨在保持并提高自卫队 在遭受武力攻击情况下的联合作战能力 据报道 自鹰派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2月上台以来 日本一直在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而对此次军演 日本防卫省的统合幕僚监部表示 这个海陆空自卫队3.4万人参加的夺岛军演 不针对特定国家 好 关于这次日本自卫队规模达3.4万人的大型军演 我们现在连线人民日报出日本东京记者刘军国 刘军国先生你好 刘旭你好 根据日本方面的报道 这次大型军演是中心是九州和冲绳县 关于这次大规模的军演 日本的媒体是怎么报道的 他们的关注重点是什么 在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3日宣布 将于11月1日至18日 动员海陆空自卫队约3.4万名队员 在以九州和冲绳为中心的地区实施联合演习的消息后 日本各大媒体从当天开始都进行了相关报道 综合起来 日本媒体主要关注了两点 第一点是演习地点 刘秋青报10月24日称 此次演习的主要场地位于距离纳巴市408公里的太平洋上的一个无人岛 冲大东岛 该岛作为美国海军的射击轰炸场使用 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使用该射击轰炸场 第二点是演习科目 共同社10月23日称 演习将模拟登陆作战 计划由专门复得力导防卫的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 普通科连队称作海上自卫队的运输舰靠近该岛 航空自卫队战机计划进行实弹射击 以及期间还将把陆上自卫队的反舰导弹部署于纳巴营地 和空中自卫队攻孤岛分屯基地 当然情况有这样的陆续 好 谢谢刘军国先生从日本给我们发回的最新连线报道 我们稍后还会和你继续保持联系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军事专家李杰先生 欢迎李杰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次军演11月1号到18号等于为期18天 18天 对 这次的军演您判断一下 他的这个演习规模也好 演习形式也好 何以往有什么不同 另外这次演习可能会重点展开哪些内容 比较大的不同的 实际上就除了刚才你提到的 比如说规模比较大 你比如说这个人数3.4万 其实这不算最大的 他曾经11年有过3.5万 但是他这次参演的这个装备 武器装备比较先进 先进的驱逐舰 大型气垫登陆艇 还有这个登陆舰等等都参与 还有包括F-2战斗机 像这些他西数全部上阵 就检验一下这个 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就是 他这次选择了这么一个冲大东岛 这么一个离这个 实际上冲城大约有400公里左右的 这么一个东南方向 这么一个岛屿 实际上在一二岛链之间 这个待会我们说一下 他选择这个岛本身 他就有这个 他很特殊的意义 战略意义 第二个呢 就是他使用民船 把大量的这个部队 因为你3.4万人 实际上占日本军队 全国军队 二多万人当中的 百分之将近15 这么大规模的 这个六七分之一的兵力 都用的这个实验当中 那他当然要从全国各地来调 时间耗时也是比较长的 规模也比较大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要在这个 这次他要在这个宫古岛上 他部署这个岸舰导战 这个同时还要进行 岸舰导战这个实验 所以这也是一个 很过去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有针对性的 把海上通道 要给卡死住了 就将来我要用导战 岸舰导战封锁 就是西太国家 那就包括中国 或者朝鲜 或者其他国家 这个走向海上通道 再一个就是 他这次的这个演习呢 他实际上等于是有这个 要检验一下 他自己的体制和指挥 就是因为这次 他这个这么大规模 实际上陆海空 就不叫陆海空 陆海空三个自卫队 他进行这个演习 他要怎么 怎么更好的 这个指挥调度起来呢 他确实也 过去也是 这方面经验比较少 因为过去 他都是在美国人的扶持下 这个指导之下 他完成这些 海上登陆演习训练任务 这次他也想独立的 就是我看看 我这个日本人 我自己的这方面能力 指挥能力怎么样 作战能力到底如何 他也有从这方面来考量 好 关于这次11月1号呢 将会拉开帷幕的 日本陆海空自卫队的联合演习 我们知道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 是在冲大东岛 对冲大东岛 西部联 西部方面 普通科特别联队 将会在这里举行 夺岛演习训练 关于这次的这个演习啊 日本的媒体也都有报道 我们先来看一看 日本共同社市总报道 这次的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省将于今年11月1日起 派出驱逐舰战斗机和3.4万名军人 参与一次为期18天的大型演习 日本媒体还报道 此次演习的内容 包括登陆作战 运输训练等 事实上是标准的夺岛演习 而演习的压轴大戏 是由专门负责离岛防卫的 陆字西普联 搭乘运输舰 靠近目标岛 据报道 此次夺岛军演的主要场所 位于纳坝东南方向的冲大东岛 该岛距纳坝约400公里 是一座珊瑚礁隆起形成的岛屿 周围均为珊瑚礁所包围 据了解 太平洋战争时 日本曾在岛上设置了守卫队 但在战争结束时撤出 冲大东岛随后成为无人岛 1956年起 该岛被设立为美国海军 主冲绳的射击训练靶场 日本政府规定 普通人不得任意登陆此岛 据了解 冲大东岛上大部分地区没有植被 相关战场模拟设施集权 不是为三军联合作战的好地方 日本媒体报道称 在冲大东岛演习模拟登陆作战的部队 是专门负责离岛防卫的 陆上自卫队的西浦联 据了解 西浦联是日本西部方面队 直属普通科联队的简称 是日本陆自西部方面队的直属步兵团 该联队的长官 一般为上校军衔 由陆上自卫队参谋部决定其人选 2002年3月27日 西浦联以反游击战等名义成立 驻地在长崎县佐世保市 西浦联的定员有660人 虽然号称普通科 但它实际上却是日本自卫队中 数一数二的特种部队 离岛特战部队 主要负责岛屿特种作战 从2004年开始 西浦联以钓鱼岛为背景 进行了多次模拟突击演习 并多次与美国举行联合夺岛演习 据了解 作为一支机动能力很强的特种部队 西浦联的训练和演习 并不是失从美军 游戏兵 三角洲 海豹等特种部队 而是追随于长期两期作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主要沿袭夺岛强攻 侦察 渗透和山地作战 另外 他们还经常在海自训练基地 进行穿着潜水服的潜水训练 对此 有分析指出 可见 西浦联实际上是披着特种部队外衣的海军陆战队 本质上是纯净攻性部队 不属于自卫队范畴 据报道 日本防卫省正筹划将西浦联升格为中央直属部队 并扩充人员装备 另外 日本防卫省还拟将西浦联移驻冲绳 据报道 本次军演西浦联将乘坐海上自卫队的大型气垫登陆艇靠近该岛 据悉 由于该岛周围有珊瑚礁 届时将不会进行实际登陆 好 看完了日本方面媒体的报道 我们重点来分析一下所谓的夺岛训练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 地图上面左边第二个红点 就是冲大东岛 日本方面 这次可能会用它的西浦联在冲大东岛举行夺岛训练 我们首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要选择在冲大东岛 它的地理位置有什么特殊性 选择这么一个登陆地点 等于是有针对性的钓鱼岛将来登陆作战 但是它又怕避免引起 又为了防止避免引起中方过分的反应 所以它把稍微挪到冲大东岛 它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是它选冲大东岛 它有很深刻的战略考量在里头 因为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在一岛链 实际上就是日本现在非常担心 就是如果美日联手 如果美国一旦到时候暂时它撤手的话 或者是不给它提供更多资源的话 日本就单独这么一加来对付海上方向的问题 所以它非常担心 它可能担心就比如说钓鱼岛和冲城岛这个方向 它实际上它这个能力是比较弱的 所以它要在冲大东岛以及下一步第三个点 冲之鸟礁还有南鸟礁 它实际上要从一岛链最前端的钓鱼岛 一直过渡到二岛链 所以它现在在二岛链的塞班岛 实际上也开始修建探测监视设施 包括将来下一步还要加导弹装置 所以它实际上从一岛链到二岛链之间 这几个点将来是它排兵布阵 调兵潜将的层层的拦截和阻隔 它是想切断中国海上方向 海军力量走向大洋 或者是冲破一二岛链 它想进行拦截的 另外我们看这个夺岛的主要的参与部队 是围绕西普连 也就是西部方面队直属普通科连队 这支部队它有什么特点 将来如果中日两国在岛屿的争端上面 发生冲突的话 这支部队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支部队实际上虽然叫西普连 实际上千万别把它当成只有一个连队 它首先这个人数在目前就有660人 而且它是以美国海军陆战队 作为一个参照物和一个标准 来建设自己的这支西普连的 日本基本上已经明确了 这支西普连将来就是要成为 实际上就参谋从本部支属的 中央支属的部队 实际上就等于是变成陆海空三军之后的 第四个军种 也就是海军陆战队 类似美国这种美国海军陆战队 它和美国的像什么海豹突击队等等 三角洲这些还不太一样 那些是各种作战部队 它这个主要是海上登陆作战 为主要作战任务 所以它目的性很明确 就是登岛还有岛礁防御 就两大项内容 主要还侧重登岛 好 根据了解 这一次演习除了西普连会参与之外 我们也注意到日本的装备方面 刚才李先生也提到了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2 也会参与这次演习 F2我们注意到 它在以往很难有真正演习训练的机会 所以这一次F2能够参演 很多媒体也都非常关注 这次军演对于F2来说 是一次亮相的很难得的机会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情况 据日本防卫省的一位官员称 在今年11月1日起至18日举行的军演中 为了配合约百名路上自卫队员实施演习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2战斗机将进行实弹训练 据了解 由三菱重工研制的F2战机 自2000年服役后 参与实弹演练的机会并不多 此次军演对它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据悉 F2战机的研制计划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日本防卫厅拟自行研制一种新型战斗机 以取代过时的F1战斗机 而美国人则希望日本能够购买其 已经定型生产的F16战斗机 作为妥协的产物 日美两国终于于1987年11月签订协议 由日本政府出资 以美国空军的F16为样本 共同研制F2战机 但此后的研制过程始终波折不断 设计方案历经多次更改 经费预算不断增加 定型日期也一推再推 直到1995年10月7日 首批四架圆形样机才开始试飞 2000年10月2日 日本F2战斗机在日本三则空军基地举行了服役典礼 F2采用了单发 单锤尾 大边条 机翼融合和腹部进气道的总体布局 从外形上看 几乎与美国的F16没有什么区别 但该机采用了许多新研制的电子设备 如有源相控阵雷达 其性能有不少优于F16 另外F2战机还可以携带和使用多种武器装备 如在空队海武器方面 可以携带80式93式反舰导弹 CBU87极数炸弹 F2在日本航空作卫队服役以来 虽然从未参加实战 却也是厄运不断 其中最为有名的一起 就发生在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中 2011年3月11日 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 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理事9.0级地震 并引发海啸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日本航空自卫队松岛基地 28架F2A必行战斗机 在此次地震海啸中全毁 日本松岛航空自卫队基地 位于工程县东松岛市 处于先台湾最里面 虽然地形有利于防御 但却成为海啸袭来时海水的汇聚点 由于海浪侵袭速度太快 F2战机来不及升空 全部被海水淹没 百年不遇的海啸 致使整个松岛基地瞬间被淹 而担负日本主要防空力量的F2战机 就在其中 日本国产的F2战斗机 以价格昂贵著称 日本媒体报道 一架F2战机价值120亿日元 折合人民币9亿多元 原本F2计划生产130架 最后确定为94架 另有4架原型机 地震发生时 已经生产至少77架 据悉海啸除了摧毁 28架F2战斗机版 还摧毁了4架T4教练机 4架UH60黑鹰直升机 我们看到2011年的那场海啸地震 让日本航空作业队的F2的机队 损失了三分之一 28架 完蛋了 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飞机也进水 对吧 发动机也进水 基本上也是没法要的 F2战机它是一款什么样的战斗机 在这一次的军演当中 它会承担什么样的任务 首先说就是实际上日本针对性非常强 它为什么选这个F2呢 因为F2实际上它最突出的一个功能 我个人认为 就是它这个对舰对地攻击能力很强 所以它这次主要是夺岛 主要是目的是夺岛 所以它把这款战机用上 我觉得它有很强的针对性 首先说一下这个F2 实际上它是一个 一般我们就说它是三代半战机 就说实际上F16它已经说 经常有人把F2和F16进行比较 实际上就是很多人说 比这个F16要强一点略强一点 就是F16我们已经把它称为三代机 实际上就是也很多人把这个F2就称为三代半 为什么叫三代半呢 因为它刚刚就讲了就是 它上头就是有这个在这个F16的基础上 我进行了一些比较大的改装 外形看和这个F16可能相差不多 但是它整个大部分这个机舰都已经更新换代 你比如说它采用 它是世界上第一款能够采用 这个主动相攻准雷达的飞机 所以它那个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尤其对海上目标的这个大型舰船 它这个发现距离比较远 所以这是它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常数 第二个呢 就是它实际上它装了 就是比较强的这个对舰对地攻击武器 尤其对舰 你比如说它装有804、930的反舰导弹 这个对舰攻击能力很强 还有什么CPU什么87这个什么技术炸弹等等一些 它所以对舰攻击对海攻击能力比较强 第三个呢 它就是它实际上它本身这个隐身性能也比较好 虽然你看外形呢 它和这个实际上它机翼面积比F16还要大 但它整个采用单板的这种符合材料 这样子呢 它就是本身这个 你比多快的那种它要好得多 再一个它前缘机翼前缘它采用这个 这个锡波材料 包括一些其他的很多部件都采用这个符合材料 所以它整体的这个隐身性能呢 比F16还要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日本呢 也很有意就把这款飞机呢 在这个这次演技当中也亮亮相 就是突出这个显示一下 它的对舰对海的攻击能力 日本方面今天开始举行的 为期18天的大规模军演 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根据国外媒体报道 这次军演最受注目的内容 是日本将首次针对冲绳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 投入反舰导弹进行演习 而这一海域呢 正是我舰船出第一岛链的交通要道 不仅如此 日本媒体报道宣称 日本自卫队官员正在考虑 离钓鱼岛不到200公里的石原岛 他们将会在这里部署短程的暗跪舰导 今年10月24日 日本自卫队宣布 将动员海陆空自卫队约3.4万人 于11月1日至18日期间 在以九州和冲城县为中心的地区 实施联合演习 据介绍 此次演习是自2009年 九州岛屿防卫 与防敌国特工潜入演习以来 自卫队最大规模的演训活动 此次演习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 日本作卫队将首次在离钓鱼岛 仅160公里的宫古岛 投入地对舰导弹部队 该部队可以利用导弹 从岸上对海神目标发动攻击 有分析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 宫古岛附近的宫古水道 是中国舰船出入第一岛链的要道 据日本媒体推测 本次投入的可能是八八式反舰导弹 据了解 八八式反舰导弹 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 自行研制的一种陆基导弹 具有超视距反舰能力 1990年正式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 该导弹长5米 由一枚固体助推火箭发射 发射后 用涡轮喷气发动机进行远程巡航 射程可达150公里 八八式反舰导弹 重660公斤 能够携带225公斤的高爆弹头 在该导弹的基础上 日本已经发展出了按舰型 机载型和舰队舰型 还出现了采用红外成像 莫端制导的型号 具备较高的灵敏度 具备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 有传闻说 在上世纪80年代 日本曾将该导弹 运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靶场进行试验 试验结果显示 八八式反舰导弹的性能 优于在马岛战争中 出名的飞鱼导弹 最了解 通常八八式反舰 要在海边不超过100公里内部署 才有制海效力 陆上自卫队目前有6个 反舰导弹车连队 他们分别在日本各处 但离岛并不多 本次八八式反舰导弹部队 被调遣至宫浦岛 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 有外媒报道称 冲绳与宫浦岛之间的宫海 近年是中国军舰 穿过东海 进入太平洋活动的要道 日本每次观察到 都会进行宣布 而中国舰队近年频繁的出岛链活动 被日方设为所谓示威或者炫耀 尽管日本方面表示演习 不针对特定国家 但是宫谷岛距离钓鱼岛不足200公里 演习目的不言自明 据了解 日本官方电视台NHK也报道称 中国海军舰艇 不时地通过冲绳本岛 与宫谷岛之间的海域 出入太平洋 预定在冲绳南部设置的 陆上自卫队持有88式反舰导弹部队 展开军演的射程 覆盖所有冲绳与宫谷岛之间的海域 好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种反舰导弹 88式的反舰导弹 这种反舰导弹它的性能怎么样 我觉得这款导弹的最主要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 主要要盯住它这个最大射程 因为实际上日本也是不断地向外披露 就是这款导弹的最大射程 它可以达到150公里 这个什么含义呢 就是说实际上大家还要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中国海军 这个海上编队 或者其他这个舰船 经常出入宫谷海峡 宫谷海峡呢 实际上最大宽度呢 大约是250公里 250公里 那你这个比如说 它在这个宫谷岛部署 这个150公里的88式反舰导弹呢 那就意味什么 如果在宫谷岛和冲绳岛 两端都部署这个88式导弹 那你就可以完全就是覆盖住 你150再加150就300公里 完全覆盖住这整个宫谷海峡 实际上日本的这个目的也就在这儿 实际上我就通过这个88式导弹 我就在把你整个宫谷海峡都封锁了 当然是暂时情况下 因为宫谷海峡属于国际海峡 平时是其他国家的舰船 可以自由的通行 自由航行 你就不能够有什么 采取军事威胁或者是军事打击 但是日本经常现在也叫嚣 特别是一些右翼分子 叫嚣比较凶 或者比较猖狂 他经常说要 甚至这个安倍政府 还说要敲掉这个中国的这个无人机 就这种言论都敢出来 所以他这个对于这个 中国这个海军这个舰船 或者其他海上这些行动 他将来会采用88式这个导弹 进行威胁或者是实施这种打击 再一个就是88式这个导弹 它有200多公斤的高爆弹头 所以高爆弹头这个威力 注意就是你对一个中型这个战舰 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毁伤 或者一些破坏 所以这也是这个日本选择 这个88式这个导弹 部署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目的 当然日本实际上 还有在深远岛 它还要采用其他的导弹 所以日本方面在公布海峡 举行88式反舰导弹的试射演习 是有它的极强的目的性的 而且可以说是居心叵测 另外日本方面还宣称 将会在石原岛上面 部署短程的导弹 石原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岛 它的地理位置有什么特殊性 我们有一个短片 我们先看 2013年10月24日 日本防卫省宣布 今年11月1日至18日 自卫队将在冲绳和九州西南地区 举行大规模读岛演习 有外媒报道称 届时日本将在宫古岛部署 88式反舰导弹 而日本富士电视台还报道称 这样的导弹 也可以部署在 钓鱼岛附近的石原岛 这样可以应对中国 在这一地区的活动 据日本朝日广播公司 和富士电视网公司报道 日本自卫队官员正在考虑 在石原岛部署短程地对舰导弹 但两家媒体均称 此次演习 没有在石原岛进行实弹射击的计划 据了解 石原岛和中日两国钓鱼岛之争 密切相关 石原岛是冲绳县的第三大岛屿 位于该县最南方的八重山群岛 是当地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也是石原市政府所在地 岛上有新修建的机场 这个岛屿距离冲绳县首府纳坝的距离 为410公里 距离东京更是有将近2000公里之遥 与此相反 该岛距离我国台湾却很近 只有270公里 该岛距离其北部的钓鱼岛更近 只有170公里左右 曾有资料说 我国台湾的电视和广播 甚至福建的广播信号 在这里都能清晰地收到 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 石原市对钓鱼岛拥有所谓的行政管辖权 第11海上保安厅石原海上保安部 对钓鱼岛海域具有所谓监视警戒的职责 日本第11保安厅对钓鱼岛海域 进行所谓巡航的各类船只 都是从石原港出发的 此外 日本右翼势力前往钓鱼岛海域 进行各种挑衅活动 也都是先从石原港出发的 这里成为日本一些右翼势力 针对钓鱼岛进行非法活动的大本营 2013年7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曾亲自前往石原岛视察 并要求石原海上保安部 要保卫好日本领海 领空以及领土 此前 日本自卫队还宣布 将率先在石原岛等地部署自卫队 另外 前不久 日本法务省已经确定 将在石原岛新设立一个 公安调查厅的驻赛官室 目的是收集中国等周边国家 以及地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信息情报 为此 法务省已在2014年度预算概算要求中 列出了2.04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1200多万元的经费 日本方面为什么要在石原岛部署导弹呢 他们在担心什么和害怕什么 李先生您觉得呢 因为这个石原岛呢 其实这个战略位置一点都不比公骨岛差 某种意义上它还有它更特殊的战略意义 因为石原岛一个是离钓鱼岛才170公里 离这个台湾岛 它是这个等于冲绳岛最南端的 日本最南端的一个岛 它离这个台湾岛呢 大约是200公里左右 当然到刚才讲的到这个公鲁岛啊 到冲绳岛啊 它还有200多公里 这么一个居中的这个位置呢 它实际上如果是将来部署上这个短层导弹的话呢 它实际上等于从这个点 它可以控制各个方向 所以日本非常看重这个岛 它已经决定在这个地方 先首先部署着陆上支援队 同时呢将来要部署这个短层导弹 就是从我这个点要把各个方向 我都进一步的掌控住 它和公骨岛成为基角之势 就是在海上方向这两个点呢 我要作为除了作为钓鱼岛的这个后续 这个后方的一个第二波的这个阵地之外呢 我同时又是封锁住第一岛链 这个很重要的两个节点 就是你中国海军 你要想从公骨海峡 或者是从其他这个台湾岛和四元岛之间走的话呢 我都把你牢牢的封锁在这里头 就是日本现在考虑 我觉得它非常已经到了非常精细的地步 就是说除了第一线钓鱼岛 我现在要下一步 就是目前这种状况 我除了使用这个巡逻舰 我就来回巡逻之外 我在钓鱼岛就是第二线 就所谓的第二线 就是石原岛 公骨岛和冲城岛 这线我要铸上我的所有的这个部队 我能够把岸箭导弹都部署上 第三线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冲大中岛和冲之鸟礁 一直到这个第四线的这个南鸟礁和这个塞班岛 所以它从这个从钓鱼岛开始 它就等于有四五道拦截了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梯队设施 梯队设施 就是所以这样子呢 实际上我们对于像日本的这种 这个战略考量 或者这个精心的部署呢 我们也要早做准备 在石原岛上部署短程导弹 对中国方面最直接的威胁是什么 最直接 它实际上就短程导弹 日本有两种 它目前它现在是等于是 有一种是这个 就只有不到一百公里的这个短程导弹 如果下一步 日本现在实际上还在 还有一种就短程弹道导弹 它可以达到四五百公里 那就是就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周边这个海域 包括台湾岛 包括钓鱼岛和这个宫谷海峡 全在它这个导弹射程之内 就是你将来这个钓鱼岛一旦有事的话呢 它这个就导弹都能够覆盖到 所以对我们海上方向造成的威胁 是非常大的 日本方面今天开始的大规模军演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国外媒体报道评论称 加强西南部防卫是日本近年偏重的战略 虽然日本防卫上关于这一次的大规模军演 宣称不针对特定国家 但是各方都心照不玄的相信 这次演习是针对钓鱼岛 对日本自卫队定于11月1日起实施的大规模军演 英国媒体10月24日报道称 日本自卫队近年单独实施夺岛 或与驻日美军实施联合夺岛军演频繁 这次军演最受瞩目的是 首次针对冲绳与宫谷岛之间的海域 投入反舰导弹演习 而日本夺岛演练 一般被设为防备中国夺回钓鱼岛的措施之一 报道还称 加强西南防卫是日本近年偏重的战略 警戒的是日本西南面临的东海 也就是东海彼岸的中国 日本的夺岛军演虽然一向宣称不针对特定国家 但各方都心照不宣的相信 是防备中国所谓夺取钓鱼岛 报道最后还指出 日本陆上自卫队虽在日本本土各地 都配备巴巴式反舰导弹部队 但离岛并不多 这次调前往宫谷岛 使得冲绳与宫谷岛之间的海域局势 和日本在这一地区针对的目标 受到了日本传媒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 日本媒体也对本次军演表现出了高度关注 琉球新报报道称 这次演习的内容包括登陆作战 运输训练等 事实上是标准的夺岛演习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 防卫省表示 军演目的只在训练登陆作战和运输 但这一实为夺岛的军演可能刺激中国 产经新闻也强调 该演习的目的在于 牵制在钓鱼岛周边强化行动的中国 有分析指出 由于防卫省已经放出 要在陆次框架内组建3000人规模的 水陆两栖团的风声 因此此次演习带有对整个自卫队体制 和指挥体制进行大考的味道 值得关注的是 10月25日 日本的冲绳时报发表了题为 莫用夺岛演习增加地区紧张的社论 社论提醒称 此次演习明显会影响 已在钓鱼岛问题上 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这只会破坏地区秩序稳定 社论还指出 日本的东亚外交已经陷入危机 现在真正需要的是打破现状的外交手腕 而在10月24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 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 日海陆空自卫队将于11月1日至18日 以九州和冲城县为中心 实施联合独岛演习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对此 华春莹表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希望有关方面多做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政治安全互进 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 好 短片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再次连线人民日报 驻日本东京记者刘军博先生 刘军博先生你好 刘军博先生你好 关于从10月1号到18号将会进行的 日本自卫队的大规模军演 是不是会针对中日钓鱼岛争端 根据您的观察 日本的媒体是怎么进行分析 虽然日本防卫省称 此次演习并不以特定的国家为对象 但日本媒体在报道该演习时都提到了钓鱼岛 日本时事通讯社10月23日称 此次演习考虑到中国海警团在钓鱼岛附近巡航 以提高离岛防卫能力为目的 通声时报 10月25日的社论称 非常明显此次演习是考虑到日本与中国 在钓鱼岛附近关系紧张的现状而实施的演习 独漫新闻10月29日则在报道中称 这是日本国内的第一次以假定离岛挪回为主题的 实战性的大规模演习 那情况是这样的陆续 好 谢谢刘金国先生 从日本东京发挥的最新年线报道 另外李杰先生能不能最后 您再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现在这个国际环境当中 日本方面考虑举行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3.4万人 他最重要的考虑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意在威慑中国 就是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因为是虽然安倍包括一些右翼分子 他就明确现在一再的反复重申 就是钓鱼岛不存在争端 那不存在争端就是意识 他强调就是钓鱼岛等于属于日本的 不许其他国家有任何夺取的夺战的这种行为 这次的目的我觉得他最大就是在威慑 同时这次为什么搞这么大规模 这些年一再搞这么大规模 实际上他确实也在要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就是海空陆自卫队的这种联合作战 联合夺岛这种能力 他也觉得过去这方面特别缺 因为过去毕竟日本他没有这个海军陆战队 是吧 他这个西普连也在组建过程当中 不断地从美国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当中吸取这个经验和做法 以后他不断地提高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单独像这次大规模的 以他为核心的 其他大量兵力参与的 特别是有F-2战机 有对海对舰攻击能力很强的这么个战机 以及大型气垫船登陆舰 也都共同参与的这个 所谓的三个自卫队联合这种多岛这种演习 过去没有 所以他这个是要把这方面能力 大大的提高一步 就是我确实要增强这方面能力 一旦比如将来应对这个中国的时候 甚至是应对这个韩国的时候 以及包括这个北方四岛俄罗斯的时候 他有这方面这个能力 第三个呢 我觉得就是他实际上他 美国是 不日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实际上他也是 尽管和美日联手 同盟 就是所谓同盟关系 还就是给外界看好像还不错 但是日本是实际上非常担心 就是美国一旦到时候 在关键时刻把他抛弃了 他自己独立这么行事的话 或者进行海上这些增倒 或者防御 他这方面能力行不行 所以他也是在 为什么这次他这个强调自己 独立进行这次海上演习呢 他是确实有考量 好 谢谢李杰先生的分析和评论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继续锁定 国际军事节目 军情剑马 并扩充人员装备 另外日本防卫省海拟将西浦连移住冲绳 据报道 本次军演西浦连将乘坐海上自卫队的大型气垫登陆艇靠近该岛 据悉 由于该岛周围有珊瑚礁 届时将不会进行实际登陆 好看完了日本方面媒体的报道呢 我们重点来分析一下所谓的夺岛训练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 地图上面呢 左边第二个红点 是吧 就是冲大东岛 对 日本方面呢 这次可能会用它的西浦连在冲大东岛 举行夺岛训练 我们首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要选择在冲大东岛 它的地理位置有什么特殊性 选择这么一个登陆地点呢 等于是有针对性的这个钓鱼岛 这个将来登陆作战 但是它又怕避免这个引起 又为了防止避免引起这个中方过分的这个反应 所以它把这个稍微挪到这个冲大东岛 它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是呢 它这个选冲大东岛呢 它有很深刻的战略考量在里头 因为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呢 实际上就是在一岛链呢 实际上就是日本现在非常担心 就是如果这个美日 这个联手 如果美国一旦到时候暂时 它撤手的话 或者是不给它提供更多资源的话 日本就单独这么一家来 对付这个海上方向的问题 所以它非常担心 它可能担心就比如说 钓鱼岛和冲城岛这个方向 它实际上它这个能力是比较弱的 所以它要在冲大东岛 以及下一步第三个点 冲之鸟礁 还有南鸟礁 它实际上要从一岛链 这个最前端的这个钓鱼岛 一直过渡到二岛链 所以它现在在二岛链的塞班岛 实际上也开始修建 探测监视设施 包括这个将来下一步 还要加这个导弹装置 所以它实际上从这个一岛链到二岛链之间 这几个点呢 将来是它排兵布阵 调兵潜将的层层的拦截和组合 它是想切断中国海上方向 海军力量走向大洋 或者是冲破一二岛链 它想进行拦截的 另外我们看这个夺岛的主要的参与部队 是围绕西普连 也就是西部方面队直属普通科连队 这支部队它有什么特点 将来如果中日两国在岛屿的争端上面 发生冲突的话 这支部队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支部队呢 实际上就是虽然叫西普连 实际上就是一般 千万别把它当成就是只有一个连队 它首先这个人数 在目前就有660人 而且它是这个 以美国海军陆战队 作为一个参照物和一个标准 来这个建设自己的这支西普连的 日本基本上已经明确了 就这支西普连将来就是要成为 这个实际上就参谋 参谋从本部这个支属的这么一支 中央支属的部队 实际上就等于是变成陆海空三军之后的 第四个军种 也就是海军陆战队 类似美国这种美国海军陆战队 它和美国的这个像什么海豹突击队啊等等 三角洲这些还不太一样 那些是各种作战部队 它这个主要是海上登陆作战为主要作战任务 所以它目的性很明确 就是登岛还有岛礁防御 就两大项内容 主要还侧重登岛 好 根据了解 这一次演习呢 除了西普连会参与之外呢 我们也注意到日本的装备方面啊 刚才李先生也提到了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2 也会参与这次演习 F2我们注意到 它在以往呢 很难有这个真正演习训练的机会啊 所以这一次呢F2能够参演 很多媒体呢也都非常关注 这次军演对于F2来说呢 是一次亮相的很难得的机会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情况 据日本防卫省的一位官员称 在今年11月1日起至18日举行的军演中 为了配合约百名陆上自卫队员实施演习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2战斗机将进行实弹训练 据了解 由三菱重工研制的F2战机 自2000年服役后 参与实弹演练的机会并不多 此次军演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据悉 F2战机的研制计划 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日本防卫厅拟自行研制一种新型战斗机 以取代过时的F1战斗机 而美国人则希望日本能够购买其 已经定型生产的F16战斗机 作为妥协的产物 日美两国终于于1987年11月签订协议 由日本政府出资 以美国空军的F16为样本 共同研制F2战机 但此后的研制过程始终波折不断 设计方案历经多次更改 经费预算不断增加 定型日期也一推再推 直到1995年10月7日 首批四架原型样机才开始试飞 2000年10月2日 日本F2战斗机在日本三则空军基地 举行了服役典礼 F2采用了单发 单锤尾 大边条 机翼融合和腹部进气道的总体布局 从外形上看 几乎与美国的F16没有什么区别 但该机采用了许多新研制的电子设备 如有源相控阵雷达 其性能有不少优于F16 另外F2战机还可以携带和使用多种武器装备 如在空队海武器方面 可以携带80式 93式反舰导弹 CBU-87极数炸弹 F2在日本航空作卫队服役以来 虽然从未参加实战 却也是厄运不断 其中最为有名的一起就发生在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中 2011年3月11日 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 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理事9.0级地震 并引发海啸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日本航空自卫队松岛基地28架F2A必行战斗机 在此次地震海啸中全毁 日本松岛航空自卫队基地位于工程县东松岛市 处于先台湾最里面 虽然地形有利于防御 但却成为海啸袭来时海水的汇聚点 由于海浪侵袭速度太快 F2战机来不及升空 全部被海水淹没 百年不遇的海啸致使整个松岛基地瞬间被淹 而担负日本主要防空力量的F2战机就在其中 日本国产的F2战斗机以价格昂贵著称 日本媒体报道 一架F2战机价值120亿日元 折合人民币9亿多元 原本F2计划生产130架 最后确定为94架 另有4架原型机 地震发生时已经生产至少77架 据悉 海啸除了摧毁28架F2战斗机版 还摧毁了4架T4胶量机 4架UH60黑鹰直升机 我们看到2011年的那场海啸地震 让日本航空作业队的F2的机队损失了三分之一 28架 完蛋了 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飞机也进水 对吧 发动机也进水 基本上也是没法要的 F2战机它是一款什么样的战斗机 在这一次的军演当中 它会承担什么样的任务 首先说就是世界上日本针对性非常强 它为什么 11月1日至18日期间 日本自卫队将出动3.4万人 在以九州和冲绳县为中心的地区实施联合演习 本次演习有何内容和特点 军演的夺岛地点为何选择距冲绳纳坝400公里的无人岛冲大东岛 参与夺岛演练的准海军陆战队西浦联和F2战机等 各自有着怎样的性能特点 又承担着怎样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军演日本将首次锁定冲绳海域实施地对舰演习 而这一海域正是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要道 不仅如此 有报道称 日本正在考虑在离钓鱼岛150公里的石原岛部署短程地对舰导弹 这些部署对中国海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虽然日本防卫省宣称 本次军演不针对特定国家 但它的真正目标到底又是谁 本期军情解码 为您详解日本自卫队夺岛演练 矛头是否直指钓鱼岛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军事节目军情解码 我是罗旭 针对钓鱼岛争端 日本自卫队近年不仅频繁举行夺岛演习 而且花样百出 规模也是越来越大 从今天开始 日本陆上海上空中自卫队将出动3.4万兵员 实施为期18天的大规模军演 位置就选在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交通要道之上 而且日本方面将会首次在离钓鱼岛近160公里远的宫古岛 进行反舰导弹演习 这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话题 进入话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军情速递 10月31日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发布消息称 10月23日 中国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公布 中国海军定于10月24日至11月1日 在位于西太平洋公海海域的有关海区 举行军事训练和实弹射击 提醒各国过往舰机注意避让 但是 日本海上自卫队107舰无视中方反复劝阻 于10月25日10时41分强行闯入中方演习区 并长时间滞留 直至28日7032分再离开 同时 日侦察机多次进入中方演习区进行侦察 此外 在中方参演兵力正常航渡期间 日自卫队舰机还持续实施高强度的跟踪 侦察和监视 杨宇军表示 在当前地区安全局势中 对地区安全局势增加一些负面因素的 肇事者是日方 近期以来 日方不断地渲染别国军事威胁 为自己扩充军备制造借口 而且拒不对历史做出深刻反省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好战必亡 中国希望日方能够正视历史 采取切实行动 真正走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来 日本海上自卫队107舰 舰名为雷 属于村雨级导弹驱逐舰 2001年服役 该机舰全长为151米 宽17.4米 吃水5.2米 标准排水量4400吨 满载排水量5100吨 动力装置为4台燃气轮机 总功率6万马力 航速30节 全员编制170名 该型舰采用隐身设计 以反潜为其主要作战任务 雷号107舰配属日本海上自卫队 第一护卫队群第一护卫队 母港位于横须贺 日本海上自卫队村雨级驱逐舰 共计9艘 前号从101到109 该舰装备 有一座16单元 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一座16单元海麻雀防空导弹 VLS系统 两座四连装鱼叉反舰导弹 一座127毫米主炮 两座6管20毫米密集阵近防炮 两座三连反潜运雷发射管 SS60J型反潜直升机一架 10月31日 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核潜艇部队的解密 一方面认为中国表现了透明开放 但另一方面也认为中方表明了一种强硬的态度 请问对此做何评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 中国海军核潜艇部队 肩负着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 最近我们公开了核潜艇部队的一些情况 这有助于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 更好地了解中国核潜艇部队 这与当前地区局势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今后核潜艇的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也会根据国家安全的需要 不断地研制和发展武器装备 核潜艇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军队经常利用各种渠道 向外界公开和介绍 中国军队发展建设的一些情况 不必对这一问题特别好奇 好 军情速递之后 继续关注日本作卫队的大规模演习 10月23号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宣布 将会动员陆海空作卫队 大约3.4万名队员 于10月1号到18号期间 在以九州和冲省为中心的地区 实施联合演习 这些消息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我们来了解一下 据日本共同社10月23日报道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宣布 将动员海陆空自卫队 约3.4万名队员 于11月1日至18日期间 在以九州和冲城县为中心的地区 实施联合演习 防卫省表示 演习将包括一系列岛屿防御行动 包括联合登岛行动 演习的目的是提高日本 防卫远方岛屿的能力 报道称 军演的夺岛地点 是冲城县府 纳坝市东南方向400公里 无人居住的冲大东岛 该岛目前被美军用作轰炸射击靶场 此次演习将模拟登陆作战 由专门负责离岛防卫的 陆上自卫队的西浦联 乘坐海上自卫队的运输舰 靠近该岛 另据日本防卫省的一位官员称 驱逐舰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2战斗机也强配合进行实弹演习 与此同时 有外媒报道称 日本本次军演最受瞩目的 是首次针对冲城与公国岛之间的海域投入反舰导弹演习 而该海域是近年中国军舰穿过东海进入太平洋活动的一要道 据日本媒体推测 本次投入的可能是88式反舰导弹 虽然88式反舰导弹部队在日本本土各地都有配备 但离岛并不多 而另据朝日广播公司和富士电视网公司报道 日本自卫队官员也在考虑在离钓鱼岛170公里的石原岛 部署短程地对舰导弹 两家电视台均称此次演习 没有在石原岛进行实弹射击的计划 据报道 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11月的演习旨在保持并提高自卫队 在遭受武力攻击情况下的联合作战能力 据报道 自鹰派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2月上台以来 日本一直在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而对此次军演 日本防卫省的统合幕僚监部表示 这个海陆空自卫队3.4万人参加的夺岛军演 不针对特定国家 好 关于这次日本自卫队规模达3.4万人的大型军演 我们现在连线人民日报驻日本东京记者刘军国 刘军国先生你好 刘军你好 根据日本方面的报道 这次大型军演是中心是九州和冲绳县 关于这次大规模的军演 日本的媒体是怎么报道的 他们的关注重点是什么 在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3日宣布 将于11月1日至18日 动员海陆空自卫队约3.4万名队员 在以九州和冲绳为中心的地区实施联合演习的消息后 日本各大媒体从当天开始都进行了相关报道 综合起来 日本媒体主要关注了两点 第一点是演习地点 刘秋青报10月24日称 此次演习的主要场地位于距离纳巴市408公里的太平洋上的一个无人岛 冲大东岛 该早作为美国海军的射击轰炸场使用 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使用该射击轰炸场 第二点是演习科目 共同社10月23日称 演习将模拟登陆作战 计划由专门负责力导防卫的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 普通科联队称作海上自卫队的运输舰靠近盖岛 航空自卫队战机计划进行实弹射击 与其期间还将把陆上自卫队的反舰导弹部署于纳巴营地 和空中自卫队公孤岛分屯基地 大家喜欢这样的陆续 好 谢谢刘军国先生从日本给我们发回的最新连线报道 我们稍后还会和你继续保持联系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军事专家李杰先生 欢迎李杰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次军演11月1号到18号等于为期18天 这次的军演您判断一下他的演习规模也好 演习形式也好 何以往有什么不同 另外这次演习可能会重点展开哪些内容 比较大的不同的 实际上就除了刚才你提到的 比如说规模比较大 你比如说这个人数3.4万 其实这不算最大的 他曾经11年有过3.5万 但是他这次参演的这个装备 武器装备比较先进 先进的驱逐舰 大型气垫登陆艇 还有这个登陆舰等等都参与 还有包括F-2战斗机 像这些他西数全部上阵 就检验一下这个 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就是 他这次选择了这么一个冲大东岛 这么一个离这个实际上冲城 大约有400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东南方向 这么一个岛屿 实际上在一二岛链之间 这个待会我们说一下 他选择这个岛本身他就有这个 他很特殊的意义战略意义 第二个呢就是他使用民船 把大量的这个部队 因为你3.4万人实际上占日本军队 全国军队二多万人当中的 百分之将近15 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六七分之一的 兵力都用的这个实验当中 那他当然要从全国各地来调 时间耗时也是比较长的 规模也比较大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要在这个 这次他要在这个宫古岛上 他部署这个岸箭导弹 这个同时还要进行岸箭导弹这个实验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过去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有针对性的把海上通道 要给卡死住了 就是将来我要用导弹 岸箭导弹封锁就是西太国家 那就包括中国或者朝鲜 或者其他国家这个走向海上通道 再一个就是他这次的这个演习呢 他实际上等于是有这个 要检验一下他自己的体制和指挥 就是因为这次他这个这么大规模的 那实际上陆海空三就不叫陆海空 陆海空三个自卫队 他进行这个演习 他要怎么怎么更好的这个 指挥调度起来呢 他确实也过去也是 这方面经验比较少 因为过去他都是在美国人的扶持下 这个指导之下 他完成这些海上这个登陆演习训练任务 这次他也想独立的 就是我看看我这个日本人 我自己的这个这方面能力 指挥能力怎么样 作战能力到底如何 他也有从这方面来考量 好 关于这次11月1号呢 将会拉开帷幕的日本陆海空自卫队的联合演习 我们知道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 是在冲大东岛 对 冲大东岛 西部联 西部方面普通科特别联队 将会在这里举行夺岛演习训练 关于这次的这个演习啊 日本的媒体都有报道 我们先来看一看日本共同社是怎么报道这次演习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省将于今年11月1日起 派出驱逐舰 战斗机和3.4万名军人 参与一次为期18天的大型演习 日本媒体还报道 此次演习的内容包括登陆作战 运输训练等 事实上是标准的夺岛演习 而演习的压轴大戏 是由专门负责离岛防卫的陆字西普联搭乘运输舰靠近目标岛 据报道 此次夺岛军演的主要场所 位于纳坝东南方向的冲大东岛 该岛距纳坝约400公里 是一座珊瑚礁隆起形成的岛屿 周围均为珊瑚礁所包围 据了解 太平洋战争时 日本曾在岛上设置了守卫队 但在战争结束时撤出 冲大东岛随后成为无人岛 1956年起 该岛被设立为美国海军 主冲绳的射击训练靶场 日本政府规定 普通人不得任意登陆此岛 据了解 冲大东岛上大部分地区没有植被 相关战场模拟设施极权 不是为三军联合作战的好地方 日本媒体报道称 在冲大东岛演习模拟登陆作战的部队 是专门负责离岛防卫的陆上自卫队的西浦联 据了解 西浦联是日本西部方面队 直属普通科联队的简称 是日本陆自西部方面队的直属步兵团 该联队的长官一般为上校军衔 由陆上自卫队参谋部决定其人选 2002年3月27日 西浦联以反游击战等名义成立 驻地在长崎县佐世保市 西浦联的定员有660人 虽然号称普通科 但它实际上却是日本自卫队中 数一数二的特种部队 离岛特战部队 主要负责岛屿特种作战 从2004年开始 西浦联以钓鱼岛为背景 进行了多次模拟突击演习 并多次与美国举行联合夺岛演习 据了解 作为一支机动能力很强的特种部队 西浦联的训练和演习 并不是师从美军游戏兵 三角洲海豹等特种部队 而是追随于长期两期作战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 主要沿袭夺岛弓 侦察 渗透和山地作战 另外 他们还经常在海自训练基地 进行穿着潜水服的潜水训练 对此有分析指出 可见西浦联实际上 是披着特种部队外衣的海权陆战队 本质上是纯净攻性部队 不属于自卫队范畴 据报道 日本防卫省正筹划 将西浦联升格为中央直属部队 巴巴斯导弹进行威胁 或者是实施这种打击 再一个就是巴巴斯导弹 它有200多公斤的高爆弹头 所以高爆弹头这个威力 注意就是你对一个中型战舰 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毁伤 或者一些破坏 所以这也是日本选择 巴巴斯导弹部署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目的 当然日本实际上还有在深远岛 它还要采用其他的导弹 所以日本方面在公布海峡举行 巴巴斯反舰导弹的试射演习 是有它的极强的目的性的 而且可以说是巨星叵测 另外日本方面还宣称 将会在石原岛上面部署短程的导弹 石原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岛 它的地理位置有什么特殊性 我们有一个短片 我们先看 2013年10月24日 日本防卫省宣布 今年11月1日至18日 自卫队将在冲绳和九州西南地区 举行大规模读岛演习 有外媒报道称 届时日本将在宫古岛部署 巴巴士反舰导弹 而日本富士电视台还报道称 这样的导弹也可以部署在 钓鱼岛附近的石原岛 这样可以应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 据日本昭日广播公司和富士电视网公司报道 日本自卫队官员正在考虑在石原岛部署 短程地对舰导弹 但两家媒体均称此次演习 没有在石原岛进行实弹射击的计划 据了解石原岛和中日两国钓鱼岛之争密切相关 石原岛是冲绳县的第三大岛屿 位于该县最南方的八重山群岛 是当地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也是石原市政府所在地 岛上有新修建的机场 这个岛屿距离冲绳县首府纳坝的距离为四百一只公里 距离东京更是有将近两千公里之遥 与此相反 该岛距离我国台湾却很近 只有二百七十公里 该岛距离其北部的钓鱼岛更近 只有一百七十公里左右 曾有资料说 我国台湾的电视和广播 甚至福建的广播信号 在这里都能清晰地收到 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 石原市对钓鱼岛拥有所谓的行政管辖权 第十一海上保安厅 石原海上保安部 对钓鱼岛海域具有所谓监视警戒的职责 日本第十一保安厅 对钓鱼岛海域进行所谓巡航的各类船只 都是从石原港出发的 此外 日本右翼势力前往钓鱼岛海域 进行各种挑衅活动 也都是先从石原港出发的 这里成为日本一些右翼势力 针对钓鱼岛进行非法活动的大本营 2013年7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曾亲自前往石原岛视察 并要求石原海上保安部 要保卫好日本领海 领空以及领土 此前 日本自卫队还宣布 将率先在石原岛等地部署自卫队 另外 前不久 日本法务省已经确定 将在石原岛新设立一个公安调查厅的驻赛官室 目的是收集中国等周边国家以及地区 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信息情报 为此 法务省已在2014年度预算概算要求中 列出了2.04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1200多万元的经费 日本方面为什么要在石原岛部署导弹呢 他们在担心什么和害怕什么 李先生您觉得呢 因为这个石原岛呢 其实这个战略位置一点都不比公骨岛差 某种意义上 它还有它更特殊的战略一 因为石原岛 一个是离钓鱼岛才170公里 离这个台湾岛 它是这个等于沖繩岛最南端的 日本最南端的一个岛 它离这个台湾岛呢 大约是200公里左右 当然到刚才讲的到这个公骨岛啊 到沖繩岛啊 它还有200多公里 这么一个居中的这个位置呢 它实际上如果是将来部署 部署上这个短程导弹的话呢 它实际上等于从这个点 它可以控制各个方向 所以日本非常看重这个岛 它已经决定在这个地方 先首先部署的海陆上支援队 同时呢将来要部署这个短程导弹 就是从我这个点要把各个方向 我都进一步的掌控住 它和公骨岛成为鸡脚之事 就是在海上方向 这两个点呢我要作为 除了作为钓鱼岛的这个后续 这个后方的一个第二波的这个阵地之外呢 我同时又是封锁住第一岛链 这个很重要的两个节点 就是你中国海军 你要想从公骨海峡 或者是从其他这个台湾岛和四元岛之间走的话呢 我就把你牢牢地封锁在这里头 就是日本现在考虑 我觉得它非常已经到了非常精细的地步 就是说除了第一线钓鱼岛 我现在要下一步 就是目前这种状况 我除了使用这个巡逻舰 我的来回巡逻之外 我在钓鱼岛就是第二线 就是所谓的第二线 就是四元岛 公骨岛和冲城岛 这线我要铸上我的所有的这个部队 我能够把岸间导弹都部署上 第三线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冲大农岛和冲子鸟礁 一直到这个第四线 这个南鸟礁和这个塞班岛 所以它从这个 从钓鱼岛开始 它就等于有四五道拦截了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梯队设施 梯队设施 就是所以这样子呢 实际上我们对于像日本的这种 这个战略考量 或者这个精心的部署 我们也要早做准备 在石原岛上部署短程导弹 对中国方面最直接的威胁是什么 最直接 它实际上就短程导弹 日本有两种 它目前它现在是等于是 有一种是这个 就只有不到一百公里的 这个短程导弹 如果下一步 日本现在实际上还在 还有一种就短程弹道导弹 它可以达到四五百公里 那就是就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周边这个海域 包括台湾岛 包括钓鱼岛和这个宫谷海峡 全在它这个导弹射程之内 就是你将来 这个钓鱼岛一旦有事 有事的话呢 它这个就导弹都能够覆盖到 所以对我们海上方向造成的威胁 是非常大的 日本方面今天开始的大规模军演 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国外媒体报道评论称 加强西南部防卫 是日本近年偏重的战略 虽然日本防卫上 关于这一次的大规模军演 宣称不针对特定国家 但是各方都心照不玄的相信 这一次演习是针对钓鱼岛 对日本自卫队定于11月1日起 实施的大规模军演 英国媒体10月24日报道称 日本自卫队近年单独实施夺岛 或与驻日美军实施联合夺岛军演频繁 这次军演最受瞩目的是 首次针对冲绳与宫谷岛之间的海域 投入反舰导弹演习 而日本夺岛演练 一般被设为防备中国 夺回钓鱼岛的措施之一 报道还称 加强西南防卫是日本近年偏重的战略 警戒的是日本西南面临的东海 也就是东海彼岸的中国 日本的夺岛军演 虽然一向宣称不针对特定国家 但各方 选这个F2呢 因为F2实际上它最突出的一个功能呢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它这个对舰对地攻击能力很强 所以它这次主要是夺岛 这个主要是目的是夺岛 所以它这个把这款这个战机用上呢 我觉得它有很强的针对性 首先说一下这个F2呢 实际上它是个 一般我们就说它是这个三代半战机 就说实际上F16它已经说 经常有人把F2和F16进行比较 实际上就是很多人说比这个F16要强一点 略强一点 就是F16我们已经把它叫称为三代机 实际上就是也很多人把这个F2就称为三代半 为什么叫三代半呢 因为它刚刚就讲了就是 它上头就是有这个 在这个F16的这个基础上 我进行了一些比较大的改装 外形看和这个F16可能相差不多 但是它整个大部分这个基建都已经更新换代 你比如说它采用 它世界上第一款能够采用这个 主动相攻程雷达的飞机 所以它那个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尤其对海上目标的这个大型舰船 它这个发现距离比较远 所以这是它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常数 第二个呢 就是它实际上它装了 就是比较强的这个对舰对地攻击武器 尤其对舰 你比如说它装有804啊930的反舰导弹 这个对舰攻击能力很强 还有什么CPU什么87这个什么技术炸弹等等一些 它所以对舰攻击对海攻击能力比较强 第三个呢 它就是它实际上它本身这个隐身性能也比较好 虽然你看外形呢 它和这个实际上它机翼面积比F16还要大 但它整个采用单板的这种符合材料 这样子呢 它就是本身这个 你比多快的那种它要好得多 再一个它前缘 机翼前缘它采用这个细波材料 包括一些其他的很多部件都采用这个符合材料 所以它整体的这个隐身性能呢 比F16还要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日本呢也也也也也很有意就把这款飞机呢 在这个这次演技当中也亮亮相 就是突出这个显示一下它的对舰对海的攻击能力 日本方面今天开始举行的为期18天的大规模军演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根据国外媒体报道 这次军演最受注目的内容是日本将首次针对冲绳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投入反舰导弹进行演习 而这一海域呢正是我舰船出第一岛链的交通要道 不仅如此 日本媒体报道宣称日本自卫队官员正在考虑离钓鱼岛不到200公里的石原岛 他们将会在这里部署短程的暗队舰导 今年10月24日 日本自卫队宣布将动员海陆空自卫队约3.4万人 于11月1日至18日期间 在以九州和冲城县为中心的地区实施联合演习 据介绍 此次演习是自2009年九州岛屿防卫与防敌国特工潜入演习以来 自卫队最大规模的演训活动 此次演习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 日本自卫队将首次在离钓鱼岛仅160公里的宫古岛投入地对舰导弹部队 该部队可以利用导弹从岸上对海神目标发动攻击 有分析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 宫古岛附近的宫古水道是中国舰船出入第一岛链的要道 据日本媒体推测 本次投入的可能是巴巴式反舰导弹 据了解 巴巴式反舰导弹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自行研制的一种陆基导弹 具有超视距反舰能力 1990年正式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 该导弹长5米 由一枚固体助推火箭发射 发射后用涡轮喷气发动机进行远程巡航 射程可达150公里 巴巴式反舰导弹重660公斤 能够携带225公斤的高爆弹头 在该导弹的基础上 日本已经发展出了按舰型 机载型和舰队舰型 还出现了采用红外成像莫端制导的型号 具备较高的灵敏度 具备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 有传闻说 在上世纪80年代 日本曾将该导弹运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靶场进行试验 实验结果显示 巴巴式反舰导弹的性能 优于在马岛战争中出名的飞鱼导弹 据了解 通常巴巴式反舰 要在罕边不超过100公里内部署 才有制海效力 陆上自卫队目前有6个反舰导弹车连队 他们分别在日本各处 但离岛并不多 本次巴巴式反舰导弹部队 被调遣至宫浦岛 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 有外媒报道称 冲绳与宫浦岛之间的宫海 近年是中国军舰穿过东海 进入太平洋活动的要道 日本每次观察到都会进行宣布 而中国舰队近年频繁的出岛链活动 被日方设为所谓示威或者炫耀 尽管日本方面表示演习 不针对特定国家 但是宫古岛距离钓鱼岛不足200公里 演习目的不言自明 据了解 日本官方电视台NHK也报道称 中国海军舰艇不时地通过 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 出入太平洋 预定在冲绳南部设置的陆上自卫队 持有88式反舰导弹部队 展开军演的射程 覆盖所有冲绳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 好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种反舰导弹 88式的反舰导弹 这种反舰导弹它的性能怎么样 我觉得这款导弹最主要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 主要要盯入它这个最大射程 因为实际上日本也是不断地向外披露 就是说这款导弹的最大射程 它可以达到150公里 这个什么含义呢 就是说实际上大家还要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 中国海军海上编队 或者其他舰船经常出入宫古海峡 宫古海峡实际上最大宽度 大约是250公里 250公里 那你这个比如说它在这个宫古岛 部署这个150公里的88式反舰导弹呢 那就意味着什么 如果在宫古岛和冲绳岛 两端都部署这个88式导弹 那你就可以完全就是覆盖住 你150再加150就300公里 完全覆盖住这个整个宫古海峡 实际上日本的这个目的也就在这 实际上我就通过这个88式导弹 我就在把你整个宫古海峡都封锁了 那当然是暂时情况下 因为宫古海峡属于国际海峡 平时是其他国家的舰船 可以自由的通行 自由航行 你就不能够有什么采取军事威胁 或者是军事打击 但是日本经常现在也叫嚣 特别是一些右翼分子 叫嚣比较凶或者比较猖狂 他经常说要 甚至安倍政府还说 要敲掉中国的无人机 就这种言论都敢出来 所以他对于中国海军舰船 或者其他海上的行动 他将来会采用